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的风趣幽默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看这一部微信群里的惊悚大片 那就是一位老师在群里对学生们的疯狂怒骂 想象一下你正等待着老师在微信群里发布重要的通知 结果你看到的却是一场掺杂着无数脏话的网络暴风雨 这位老师的脾气可真不是一般的火爆 直接把微信群变成了火药桶 每一条消息都是对学生们的无情骂骂 言辞激烈到让人瞠目结舌 这位老师毫无顾忌的在群里怒喷 直言不讳,毫不留情 简直是把微信群的功能用到了极致 他的言语犹如开了挂 满屏的草你妈的和你们这帮臭犊子 让人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了老师的怒火山口边缘 这位老师的用词之粗暴 直接让人怀疑这是在群里还是在战场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视频片段吧 体验一下这位老师如何在微信群里放飞自我 36个怎么害他妈不传 你怎么行的干他妈的比啥玩意呢 刚刚早点起来就传 这什么这时候还没传上来呢 行的什么玩意呢 你操他妈的 班长查着还查谁 开学什么罚他二百一 操他妈的 我强调强调害他妈不传 行的妈的个鼻 你操他妈的 妈的鼻 村他们弱智 操你妈的 别他妈给这群里边给我挑事啊 你要他妈给一年十三班呆 你就消停了 有任务抓紧我 抓紧我完成了 你要完成不了 你就抓紧别给人呆着 你抓紧上课之后 再这么开训给我滚犊子 都什么东西操你妈的 我告诉你们几个 你要觉得牛逼 你就别给一年十三班呆 你要牛逼 你上外边装去 别他妈过往班机里边装 你要不想完成任务 不想被管的话 你就抓紧我滚犊子 你他妈给这装什么懒子 送你几个小臭犊子 操你妈 你不整的话 你抓紧我滚犊子 不然就带你抓紧我滚犊子 你退学 抓紧我滚犊子 我不要你 也不知道哪个犊子 多他妈传一遍 最后整成现在 咱不知道缺谁 还是多谁 可他妈差劲了你们 好了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们在下一个故事中 能看到更多的幽默与风趣 别忘了订阅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们下次再见